圆明慧为了要推动原住民族语保存 去年8月开始在各乡镇设置一位语言推广人员 经过了一年的时间 为了了解语推人员进行的状况与问题 于31日特别到兵茂文件站进行查核访式 原住民族语言文化逐渐流失 为了保存与传承原住民族语 圆明慧从去年8月开始 在各乡镇设置一位语言推广人员 进行语言文化收集记录工作 整个还有联系百万字的课 甚至还有一些自身的年长的 还可以问他们一些词汇 还可以怎么样呢 关于聚会所的课 文化条例 习俗 还有古调 那还可以请老人家指证 历经一年的时间 为了了解语推人员 推动进度与状况 原理会委托台湾师班大学 进修推广学院 31日来到金融乡 闭茂文件站进行查核访式 而访式委员也提出建议 满期待他们能够把它转化成是一个戏剧 如果说是一个戏剧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的参与会觉得更有趣 因为毕竟这个已经不是我坐在那边讲 或者是我坐在那边学 而是我实际参与要怎么样子把它融入在我的生活里面 去把这个老师讲的东西更活化 透过查核访式 原理会能了解第一线语推人员所面临的问题 让语言推广工作能更顺利进行 记者长杰金风向报道